接下來方純老師要講解Sigma的用法 在數列AK裡面 把A1加A2一直加到AN 這個我可以寫成Sigma K等於1到N AK 它可以寫成這樣 那怎麼唸呢? 這個就唸作Sigma 那K等於1到N 這個整個就唸Sigma K等於1到N AK 那這個會等於什麼呢? 就是K用1帶到這裡來 那這個K就變成A K就是1 所以這個就變成A1 那A1 然後接著加 加K再多1 本來1再多1就變2 2再帶到這裡來 那就A2 那一次加,加到什麼時候停呢? 加到K等於上面這個數體 K等於N 那這邊大進展就是AN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A1加到AN 那它也不一定從1開始 它可以從2開始 它可以從2開始 比如說 K等於1到5 AK 那個帶進去 就是A1加A2 一直加到A5 如果K等於2到6 那它就會變成從2開始 A2加到加2 A6 那它也不見得要用K 它也可以換一個數字 比如說叫I 那這邊也不見得 只有IA而已 它也可以加1或者-1 加2、-2都可以 那如果像這樣的話 就是把I帶到這裡來 I帶到這裡3開始 3-1就是2 所以第一項就是B 3-1就是2 所以第一項是B2 再來加上 Sigma 那是加的意思 加的意思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I用4帶進去 4帶進去就變成B3 一直加到 這個 I用7帶進去 7-1 7-1其實就是6 所以加到B6就要停了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Sigma 那我們後面會有很多東西 要用到Sigma 譬如說 我們之前的1加2加3 一直加到N 這個其實就可以寫成Sigma K 然後K等於1到N 是不是? 你看 K用1帶進去 是不是1 再編2帶進去 一直加 加到誰停? 加到N的時候停 是不是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Sigma K Sigma K等於1到N Sigma K 這個會等於多少? 就是2分之這個總格 就是N乘3 N加1 那 1的平方加2的平方 加到N的平方 這個可以寫成Sigma K平方 那K也是從1到N 是不是? K用1帶進去 是不是1平方 加上K用2帶進去 是不是2平方 一直加到什麼停? 加到N的時候停 對吧? 好 那你還記得這個的總和 這個的總和 等於多少? 這個 在數學歸納法的時候 特別說 這個總和很重要要背起來 那有答案 多少? 6分之N乘0 N加1 還有2N加1 那這個我們後面都會經常用到 Sigma K 所以這個要把它變得很熟練 我們後面會用到這些東西 好 看看這樣有沒有問題